在南美洲的北部有一个小国名叫苏里南 这里时局动荡 中韩黑帮明争暗斗 为的就是将毒品走私 一场意外让任久无意间被卷了进去 故事的开始要从男主任久说起 任久是一个从小家境贫寒的苦命人 14岁那年的他正在上免费的柔道客室 母亲因为疲劳过度在给别人送牛奶的路上晕倒 直到三个小时后他才被人发现失去了生命 当时的他还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在面对母亲的去世能如此淡定 直到六年后的一天 父亲因为开大车拉水泥抚养三人 每天只睡六个小时 而疲劳驾驶出了意外 就这样生活的重担落在了任久身上 他才终于理解父亲面对亲人的去世为何如此淡定 因为剩下的债务和家庭的生活重担远远超过了悲伤 为了继续生活 任久不得已退学开始工作 白天的他靠着像登山的卖米酒 晚上也是在歌厅当服务员 才勉强度日 正因为从小在社会上的经验 让任久学习到了很多学校没有的知识 为了可以更好的照顾弟妹 任久开始给以前对自己有意思的女人 挨个打去电话寻找结婚对象 可因为家境贫寒 却全部遭到了拒绝 不够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天终于有一个女人答应了 而且女人第二天就直接带着行李来到了任久家 看着女人完美的身材和脸蛋 任久感觉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于是两人很快就结了婚 时间飞快本以为弟弟妹妹毕业工作之后 任久就可以轻松一下 可中年的他又生了两个孩子 多了两个人吃饭 并没有让任久的生活好转 靠着多年打拼的经验 任久在美军基地门口开了修车店 还负责给美军送餐 为了谋生他还学会了英文 凭借多年的打拼经验积累 任久最后买下了整个歌厅 生活方便也有了好转 贷款一半租起了全睡房 生活终于开始稳定 可现在的他看着自己每天来回奔波 想起了自己和父母的命 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不让下一代再过苦日子 任久很想找到一个时机搏一搏 而这个时机并没有让他懂太久 这天任久正在自己的修车店看着报纸 发小应手回来探望自己 两人聊天中 发小说起来有一个叫苏里南的国家 那里盛产鱿鱼 可当地居民并不喜欢这种又臭又臭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扔掉 而相比下韩国的鱿鱼市场却是价格昂贵 如果可以将鱿鱼运回韩国 一定可以大赚一笔 而发小应手因为常年在海上奔走 所以有了门路可以从苏里南低价收购这种 想要任久和自己一起干 听到这里任久也很是心动 思考验证后他不顾妻子的反对 关闭了所有店铺 赌上了自己全部的身价 就这样和发小一起来到了苏里南 经过一番考察 他发现苏里南是一个人口不到50万的小国 而且刚从荷兰独立出来不到30年 这里鱼龙混杂有很多外来人口 虽然本地语言是荷兰语 但大多数人多说英语 看着这个全班倒数第一 连惩罚表都不会的发小 任久真的有点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不久后 发小就带着任久来到了自己租下的工厂 看着物美价廉的姚鱼 幻想着自己报复的场景 于是两人说干就干 开始了大量收购姚鱼准备运回韩国 可两人的生意刚起步 一个士兵长官就跑来收保护费 两人坐下来交谈时 军官要求以后每个月需要给他上交2000美元的保护费 听到这里任久淡定地拒绝了他 并合理地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说到如果不错的月份卖得好 可以给2500美元 如果不好卖的月份则只能给他1000美元 通过任久的三寸不乱之舌 很快哄得军官和他们达成了协议 军方还在他们的工厂上挂上了保护区的牌子 开心地送走军官时 任久还不忘贿赂一下 通过聪明的经商头脑和圆滑的处事方式 很快两人的生意越做越大 可好景不长 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另一伙势力的不满 这天开心的两人在酒吧消费 一伙人突然冲出来将发小打了一顿 看到朋友受难 任久急忙冲下了楼 不宜会为首的老大站了出来 男人是负责苏里南海域的老大阿镇 他上交五千美元 任久表示自己已经和军方谈好 以为阿镇一伙只是小混混 并不想和他废话 于是带着好朋友就想要离开 却被为首的小弟拦下 任久见状直接一个过肩摔将他按倒 下一秒阿镇直接用枪顶住了任久的脑袋 没见过这个场景的任久也只能答应 两人直接被扔到外面暴揍一顿 本着做生意谈判说服的口舌门里 任久本想和之前军官一样和他讨价还价 却没想到阿镇根本不买仗 直接又给他一记段子绝孙角 说到如果自己下个月收不到五千美元 就只能给任久收尸了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离开了 慢慢缓过来的两人坐在地上抱怨 表示生意不好做呀 手机短信的提醒打断了二人 原来是任久妻子发来的慰问短信 希望任久可以去附近的教会并拍照给自己看 于是第二天任久和发小应手就来到了教会 殊不知二人的这次行动 直接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看着台上的上帝使者全目视激情的祷告 对此并不感兴趣两人 只是拍了照片便打算离开 格格不入的样子却吸引了全目视 等到教会结束两人被请到了目视家里 身为韩国老乡 目视很热情地接待了两人 得知两人是做摇鱼生意 而且看到两人受伤 猜想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 而憨厚的发小应手以为目视只是为了开导两人 便一五一时将事情告诉了他 听到两人是被阿正威胁 目视表示自己认识这个人 说到阿正是个只认前不认人的混混 自己可以表示帮助他们解决一下问题 于是第二天权牧师带着手下和两人 便来到了阿正所在的唐人街 牧师见到阿正并没有任何畏惧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来 海域的使用权是属于上帝的 而仍旧是天选之人 他没有权利收取费用 让他让出摇鱼的控制权 而阿正听了却没有让过 直接说到既然分配好了管辖范围 就不要下管闲事 破坏规矩 而权牧师更是直接上前一步威胁阿正 如果不交出控制权 他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听到这里阿正也是很无奈 为了给上帝和全牧师一个面子 他主动将摇鱼控制权交给了仁九 并送上一瓶82年的茅台 已经地主之意 说完还不忘记给仁九一个眼神的威胁 便愤怒地离场了 而两人也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师 既然又如此大的胆量和面子 本来以为是过来好好商量的 却没想到直接变成了牧师进党威胁黑道大哥 而回到工厂的两人看了报纸才知道 原来牧师捐了很多的工厂和学校 不仅是个黑白两道都要给面子的大慈善家 而且和总统关系都十分要好 本以为事情已经顺利过去 两人又开始了将摇鱼运回了韩国赚大钱 却不料深夜隔一通电话 直接让两人坠入地狱 听到运输船长打来的电话 本以为是自己的摇鱼已经运到了韩国 却没想到上来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竟是自己的一个运输集装箱内 在经过阿鲁巴市被查出来科塔英 船长也是被审核了五天才刚刚放出来 一气之下船长直接将货品扔在了阿鲁巴 听到这里的两人都惊到了 于是他赶紧让发小区管理所查一下什么情况 而自己则打电话给全牧师 因为他总统政府关系比较好 看他能不能帮自己找找关系 这边的人久刚和牧师说完挂掉电话 不料一群警察就将他的工厂围住 就这样人久不但没有挣到钱 反而进了圣马丁的监狱 他用身上最后200块钱买通了预警 给妻子打通了电话 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妻子听到人久被抓紧了监狱 忍不住地大哭了起来 表示一定会给他找律师 却被人久拒绝 因为他知道自己涉及的案子很复杂 不是说上诉就可以成功出狱的 而且家里的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 为了儿女的生活也不能搭上一切 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狱警挂了电话 这天人久躺在监狱里 看着妻子和儿女的照片 却被狱警叫到说有一位朋友来探监 本以为是发小 来到监狱却发现是为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男人 男人假装和人久是多年的好朋友 等到买通狱警走后 男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男人名叫阿豪 是韩国国家情报局的一员 这次找到人久的目标 是为了让他配合自己抓到一个毒品贩子 而他所说的要抓的人 正是之前帮助自己的全牧师 原来害人久进监狱的人就是他 全牧师本名全要得 是对外走私可卡因的毒销 他掌握着欧洲60%的毒品走私 人称苏里南的可卡因教父 原来早在18年前人川警方 就对当时最大的冰毒团伙 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 可那次抓捕 却逃走了一名携带10公斤冰毒的运输员 这个人就是全要得 在那之后的三年 全要得依然打着投资的谎 继续销售冰毒 他用冰毒控制住受害者 让受害者主动上门送钱还不能报警 一次贩毒活动中 被安启部的人当场抓活 带到密室里面一顿毒打后 被当时的安启部部长威胁索要了所有财产 为了不被打死 全要得一直暗中定期给安启部部长送钱 后来的他并没有因此收缘 他意识到这种手段很危险 而且摇身一变成了牧师 到处利用多年欺诈锁链成的巧言善别 开始洗脑教徒并用冰毒控制他们 大量的开始敛财 可这次的他又被安启部部长发现 部长变本加厉的贪婪 让他忍无可忍直接将他杀害 因为各种原因 全要得无法继续在韩国待下去 一次偶然的报纸新闻 让他注意到了苏里南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人口少 而且靠近优质可卡因的产地哥伦比亚 小帮派的斗殴 这表明自己不管干什么韩国警察不可以再干涉 让全要得欢呼简直找到了自己的天堂 他带着几名清醒 开始了苏里南的崛起 他找到了当时刚刚夺取政权上尉的德拉诺将军 知道他因为政权的不稳定急需大量的资金 于是两人展开了长期的合作 在德拉诺的帮助下 他几乎铲除了出华人圈以为所有的小型黑帮士兵 同时也垄断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 他利用女信徒开始在欧洲走私毒品 即使被发现因为信仰也不会出卖他 而男信徒则是用毒品控制他们成为军事化训练 成为自己的忠实信徒 毒品生意也是如日中天 而他选择在仁九的瑶宇里放可卡因 只是为了测试 可以不可以走私韩国的可卡因市场 而且发小爷已经被全要得的手下开枪打死了 听到真相和得知好友被杀的消息 让仁九非常的悲愤 他询问阿浩需要他能做什么 而阿浩表示现在想要找到全要得 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让全要得离开苏里南 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可能的 二就是让全要得开始往美国走私毒品 因为美国有规定 如果一旦有人将毒品运到美国 美国政府不需要和当地政府商量 就可以动用军事力量抓人 而阿浩需要仁九做的就是 想办法接近全要得 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让他把可卡因走私到美国去 而且一旦全要得被抓 仁九身上的罪名就直接化解了 听到任务随时可能暴露丧面 而且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仁九还是拒绝了他 可阿浩一再地请求加上自己朋友的死 最终以一个生意人身份提出 让政府补偿在他苏里南损失的五亿韩元 为条件才答应下来 于是他们展开了计划 而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让任劫假装在监狱里面贩卖毒品 因为此时监狱里面被关着的 还有全要得的保镖大块头 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取得大块头的信任 让他成为日后将任劫引荐给全要得的人选 于是阿浩利用任劫好朋友万社长的身份给他公布 而任劫则买通预警开始了 在监狱的贩毒活动 这天监狱的老大找到任劫 说他如果想要贩毒就必须要上交钱 二话没多说二人便打了起来 结果从小学习柔道的任劫很快就将监狱老大放倒 因此他在监狱的地位也提高了 他开始收买小弟成为自己的大手 展开了和法国人的团战 而这一切都被大块头看在眼里 时间很快就到了任劫出狱的日子 于是阿浩假装朋友将他接到基地 开始部署了第二步计划 那就是找到一直被全要得打压的阿振 帮助他打开亚洲的可卡因市场 来引起全要得的注意 于是第二日他就坐上飞机回到了苏里南 下飞机后的任劫直接来到了阿振的地盘 看着阿振为首一群人正在整治背叛者 任劫假装淡定地和他打起了招呼 等到阿振询问他为什么来找自己是 任劫表示自己是来和他一起弹合作挣钱的 而阿振却以为他是全要得派来的 任劫解释到是因为全要得害的自己进了监狱 而且自己的好朋友也被他害死了 说完还不忘用激将法刺激一下阿振 便打算离开 而阿振却想要他欣赏一下自己的表演 表演以后两人心平气和地聊了起来 而任劫表示自己需要一顿的可凯因走私到韩国 问阿振有没有祸 而阿振却表示你神经病吗 知不知道一顿的可凯因值多少钱 任劫淡定地说完之后便离开了 而头脑简单的阿振 怎么可能放弃挣钱的大好机会 很快就上钩了 将任劫又约来了唐人街 看到唐人街的牌匾上还挂着被杀的盼狗 这不禁让任劫打了个寒战 来到阿振的地盘 阿振拿出来自己的祸 正在两人交谈时 而全耀德的手下很快来到唐人街抢人 原来自从任劫回到苏里南 就一直被全耀德的人监视着 只见为首的人让小弟们打伤 并挟持了阿振的手下 闯进了房间内 指着桌上的可凯因说道 阿振违反规定在先 于是强行带走了任劫 上车之前任劫还和一起 跟监狱的大哥打了招 车子一直开到了牧师的别墅区 这里重兵把手防守严密 很快牧师表面和蔼热情地走了出来 而任劫却表现得很不屑和愤怒 直接完全不给这位大王面子 二人也直接进入主题 全牧师直接询问为什么要回苏里南 而任劫也是很不屑地看着他 表示自己的钱都损失在了这里 自己一定要回来赚一大笔再离开 他找到了新的商机 那就是个阿振合作 一起将可凯因运回韩国 还没等他说完牧师便表示 全苏里南的人都知道 只有我才可以走私可凯因 而阿振没有这个本事 他之所以可以搞到那一丁点货 也是高价从市场上面卖来的 如果再转出口到韩国 那利益几乎等同于没有 所以还表示 如果任劫有途径可以将护运到韩国 和阿振合作还不如和自己合作 说完便继续开始试探任劫 于是任劫当着牧师的面 给阿浩打去电话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演了起来 这时的阿浩扮演的是一个 在韩国做对外运输的万社长 牧师听到两人的听话瞬间有了兴趣 于是他邀请阿浩来一趟苏里南 双方谈一下合作 而阿浩也不愿意放弃 这个可以抓住大毒枭的机会 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危险的苏里南 决定会议会这个大毒枭 双方很快就见面了 而为了验证阿浩的身份 牧师派手下拿走了他的护照 正在几人商量着 如果将可卡因运到韩国时 手下一脸严肃地走到了牧师身边 蹲下来悄悄对着牧师说了些话 而牧师也脸色巨变 打着休息的名义将两人关进了小黑屋 而进入房间内的人久刚要开口说话 就被阿浩制止 原来阿浩察觉了房间可能有窃听器 于是拿出手机监测了一下 果然发现了信号 于是两人又开始了在小黑屋的表演 很快牧师也来到这里 牧师一脸严肃地询问阿浩 为什么两年前他来过苏里南 而阿浩表示自己当时也是为了可卡因来的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便不了了之 却没想到牧师直接拿出一份绝密文件 说到找毒品的货源为什么回去美国大使馆 而阿浩无奈地解释道 当时美国大使馆有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生意可以做 自己才去找他的 却没想到这个人不仅没活 而且还欠下了巨额贷款 而牧师更是直接拿着枪紧逼 牧师想了很久将他告诉了牧师 看着牧师还是不太信任 阿浩直接演了起来 表示和牧师合作做事真实是多 生气地表示要终止合作 牧师见状也表示了抱歉 于是让手下将两人带到了酒店 派手下看管了起来 接着派出自己的亲信大位 去调查美国大使馆有没有这个人 回到酒店的阿浩主动承认了 自己的护照是伪造的 目的就是为了留下一点破绽 好让牧师可以相信 而这边去调查大使馆人员的资料非常困难 晚上牧师看到手下还没有调查结果 以防万一的他打算让手下解决掉两人 正当手下和房间内的两人准备来一场枪战时 手下及时得到了消息 确认信息正确 相信了阿浩 于是恭恭敬敬地又将二人请了回去 几人也继续谈着合作 牧师表示自己会拿出二吨可卡因给到两人 而利益则是由 牧师六人九四来分城 阿浩也表示收到货之后会立马给牧师打钱 三人愉快地谈成了合作 于是开心的牧师在家里准备了晚宴 而上厕所去人九很疑惑地询问到阿浩 自己的货被查出藏有可卡因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就赶上了 而阿浩也没有瞒着他 直接说出来是国情局举报的 因为要防止可卡因流入韩国 只能这么做 就在两人争吵时 醉醺醺醺的大卫走了进来 两人也顺势又演了起来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 第二日谈成合作的三人准备在一个月之内把货集齐 阿浩也便离开了苏里南 牧师表示为了更好地和人九相处 希望人九可以搬到牧师家里 实际上就是为了监督他 第二天牧师便接见了哥伦比亚的毒贩 商量新的毒品交易 手下大卫更是贴心地送上 自己亲手签名的球星签足球 手下燕王或确定没有问题时两方结束了交易 而此时的人九就趁着牧师不在家 偷偷地观察起来 阿浩在要求和人九见面聊 看牧师是自己的人对待同伴 又打又罚 甚至给小孩子也吸食毒品 这简直让人九觉得不是人干的事情 晚上他按照约定来到了唐人街和阿浩见面 就在他和阿浩打电话时 商量下要先稳住阿震 结果阿震手下直接冲上去一顿胖揍 生气的阿震愤怒地将他挂在了鳄鱼池旁 打算将他喂给自己的小褚 而此时的人九只能先稳住他 他对着阿震说自己会在可卡因出口韩国之前 趁机会将牧师杀掉 这样合作和老大的位置就是他的 脑子不好的阿震就这样又将人九放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正在人九吐槽阿浩的保护不到位时 紧接着牧师的手下就找到了他 并给他戴上头套 阿浩听着手机动静 立马让同事打开了定位去跟踪 结果跟到一半就丢了 这边的人九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仓库 牧师也再次等着他 看到堆积如山的可卡因 人九立马拍照传给了阿浩 而看到照片阿浩也立马行动了起来 将800万美元的定金打到了牧师的账户上 看到钱的牧师也放心了起来 很快就来到了交易的巴西边境 在路上人九将交易地点告诉了阿浩 阿浩也快速通知了巴西当地的边防部 准备让巴西边防部队带走现金和毒品 这样巴西的这条路就行不通了 而牧师也会被迫走美国的路线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抓捕他 而这次的行动牧师大部分手下全部出动 双方很快进行了交易 却没想到就在交易准备结束时 却被巴西当地的边防部队打了个正招 特警查询了货品为毒品 阿浩也和军官直接演了起来 一脸惊慌地表示毒品和钱都可以给他们 而大卫也表示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 只要放了他们就可以 部队同意了两人的意见 准备放人时却没想到没搞明白的牧师小队 直接慌忙地上来就开枪打死了军官长 双方的开火也随即展开 牧师的大部分手下趁乱都紧急撤退 而阿浩也带着自己的队员赶紧撤退 只留下了一脸猛逼的人久 看来只能自救了 于是他开着卡车 冒着枪林弹雨便开车冲了出去 好不容易 终于活着开到了牧师的大本 这次的意外让牧师损失惨重 不仅丢掉了大部分的毒品 而且自己的账户也被冻结 气急败坏的牧师 本来怀疑是仁久出卖了自己 可看到他受伤 而且还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带回来了自己的祸 也没有多想 仁久也趁机会开始挑拨牧师和手下关系 他生气地表示怀疑是牧师的手下卡内基 透露了消息 因为他曾经是阿正的手下 这才导致自己和牧师损失惨重 说着便要和牧师结束合作 听这样话的卡内基也是很气愤 说着便用枪指着仁久的脑袋 看到这种情况 牧师也是生气地直接揪住卡内基脑袋 开始怀疑自己的手下 说到让他不要像个流氓一样 被吓坏了的卡内基连忙道歉 并唱起了圣歌 第二天牧师带着仁久来到了总统府 他向总统介绍了仁久有一间非常大的公司 而且有很大的娱乐视野 和驻军美军也有关系 还拥有独占全美的三星电子供货权 不得不说牧师说谎不眨眼的功夫 真的是炉火纯青 两人这次找到总统的目的 是因为上次走失得罪了巴西边防 上了国际新闻 巴西部队给到总统压力 要求交出罪犯 而牧师很清楚总统做事风格 做事只看前部守原则 如果资金给到位 他并不会将自己交出去 而总统在看到一箱子的钱时 表示都是朋友 他会想办法找到替罪羊 从总统府出来的两人 开车来到了一处军事基地 等走近以后 仁久才发现这是一片重科卡因的农场 原来总统专门特批了这个地方 以军事基地为幌子 专门留给牧师种植鸦片 如果这片鸦片能种植成功的话 他就摆脱哥伦比亚的鸦片交易 自产自销 而自己之所以铤而走险 也是需要大量的资金 用于研发新型的毒品 而他从来没有带手下来过这里 之所以带仁久来 也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他表示自己很看重仁久的才能 如果可卡因进出韩国的事情 顺利完成的话 到时候自己就将总理的职位让他担任 希望仁久能一直在他身边 帮他掌管产业 自己也会将所有收益的10% 当作固定资产转赠给他 而两人的对话也都阿浩监听着 得知此时的阿浩立马飞往了美国 联系了当地的缉毒队 如果牧师的毒品踏进美国的领土 而美国则会立马采取行动将牧师抓活 而此时的阿浩也想到了新的对策 因为自己的举报 巴西边境的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于是他打算让牧师挺而走险 将货运往波多利这条路 而此时手下告诉牧师 虽然波多利偏远而且失居动荡 但他依然属于美国的领土 听到与美国有关牧师拒绝了这个方案 手里的两吨货 如果不尽快销售 他将还不起哥伦比亚的债务会被追杀 于是牧师第三下次来到了唐人街 寻找阿震来谈合作 想要利用他的人脉在欧洲市场将货卖出去 阿震这时候不傻了 拒绝了他合作 因为他知道如果牧师的货不尽快销售出去 就会被追杀 到时候整个苏里南的毒品生意都是他的 对自己来说简直是百利而无遗憾 而此时的牧师也没有办法 只能加码 说到如果阿震同意帮他卖火 自己以后也同意他在苏里南方卖可卡因 而且会将背叛他的人交给他 听到这里阿震最终答应了他 晚上仁九还想找到牧师忽悠他走美国的路线 可牧师并不傻 直接给他胖揍了一顿 因为牧师的谨慎导致阿浩的计划也没有实行 于是仁九又再次来到唐人街 寻找阿震让他不要答应和牧师的合作 并把牧师种植可卡因的事情告诉他 如果这次牧师能够成功的话 以后的他一定会杀了阿震 阿震听到这话也开始心动了 于是交易这天 阿震直接将牧师等人包围 用两辆货车挡住了他的去路 牧师手下全部领了盒饭 没办法的牧师只能躲进工厂 放弃两吨的可卡因从下水到逃跑了 阿震本想乘胜追击将他杀掉 却没想到警察这个时候也来了 于是他只能带着毒品先撤退 而此时的人九得知牧师和阿震的合作也终止 觉得此时的牧师已经走上了绝路 他一定会继续选择和阿浩合作 从而铤而走险地走过多里这条路线 于是他回到了牧师的基地 此时的牧师正怒火中烧 他在大卫的房间里找到一部手机 里面最多通话的人却是阿震 于是失去理智的他直接将大卫击杀 而人九也趁他不理智 那再考虑一下和阿浩的合作 走过多里的路线将获送到韩国 从牧师地方出来的人九 联系了阿浩想和他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却不料被跑出来的打手卡奈基直接按在墙上 下一秒卡奈基直接抢过手机 和对面阿浩联系起来 原来他就是藏在牧师身边的卧底 第二天牧师找到总统 打算答应他一年多给一百万的保护费 并找到了替代阿震的人 这样总统就能更好地控制华人圈 让他帮忙除掉阿震拿回自己的二敦克卡因 于是总统立马派人前往唐人街 展开了武装追杀 害怕的阿震急忙藏了起来 而此时他也收到了人九的电话 人九表示自己是来帮助他的 询问他都位置 不得已阿震只能依靠他 将位置告诉他 却不了等到人九和卡奈基来到的时候 卡奈基直接一将将他干掉 就这样唐人街老大就此下嫌 而牧师也成功地拿回了自己的货 走投无路的牧师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波多黎这条路 正当一切都顺利进行时 却没想到牧师最后还是多了个变数 本计划的是手下和人九 一起带着两吨的克卡因 前往波多黎和阿浩进行交易 却没想到最后只派手下过去 而人九则被留了下来 这样的话人九在美军赶来之前 就很可能道路有生命危险 但没办法的人九只能见机行事 和牧师一起回去等消息 而飞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 终于赶到了波多黎 只要阿浩和美国基督队确认了毒品 就可以直接派人前往苏里南抓人 而牧师手下却要求先付钱 为了防止事情暴露 几人只能以机场人堆眼砸为借口 要求将飞机开到了舱内 而此时舱内已经布满了警察 等到飞机停进来打开时 手下检查发现钱并不对劲 来不及反应警察直接上前抓人控制了重点 打开飞机检查也确定了里面是真正的可卡因 于是美国基督队立马派人 前往苏里南抓人 而等待消息的牧师也越发觉得不对劲 他直接打电话给总统让帮忙确认一下消息 而总统也直接通知他 美国基督队已经在来的路上 得知事情暴露的牧师 也知道是仍旧出卖了自己 于是拿枪对着他 却不料被背后的卡内基直接拿枪顶着头 这下可真是尴尬了 而此时美国的军队也已经赶到 狙击手观察好了情况 对准牧师手下便开始了爆头 双方的战争也随即展开了 牧师趁乱也打上了卡内基的腿 被大块头保镖直接带走 开车开始逃跑 仁九也开车在后面紧紧追赶 逃到河边的牧师准备坐船逃走 却被赶来的仁九直接按抖 两人也开始了打斗 牧师掏出仁九身上的手枪准备结束仁九 却没想到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最后牧师不敌仁九被制服 身后也很快赶来了阿浩和美国军队 就这样苏里南的毒品教父也正式下行 故事的最后 经过多番周折的仁九成功地返回了家乡 而牧师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六年后一个熟悉的人来到了修车店 阿浩告诉仁九 牧师最后告诉他 自己送给他的那个棒球 是自己所有东西里面唯一的真品 而这也成为了本剧最后的悬念 至于为什么牧师会将唯一真品送给仁九 很多人都猜测是因为他真正看清了仁九的能力 想要让他成为自己的接替者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关注老林哦